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表示,近日劳基法在修法风波不断,礼拜一民进党不顾程序正义,在复议期还没走完之前就排案审查,预计今天就要送出委员会,但没想到,表决是许多民进党委员不在场,让在野党的提案通过,不限制委员发言时间,执政党也知道今天无法将法案送出委员会,赵伟只好匆匆宣布散会。 徐永明批判,只能说民进党团总照柯建明太靠视,无论是有两个委员未签不复议同一输,或是今天有委员没签到而无法投票,都是因为以为仗着绝对多数的优势,任何法案想过就能过,柯总照千算万贩恐怕也没算到表决会输,对柯总照而言可能是货,但对劳工朋友来说却因获得福, 希望执政党能借此机会踩刹车,别再让靠视的柯总照继续搞下去了,也呼吁明天千万别禁附二读,一错再错,实力立委许永明认为,柯建明太靠视,且表决是许多民进党委员不在场,才会让在野党的提案通过。 不限制委员发言时间记者陈正兴摄影分享